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工作中苦苦寻找遍体 期待与人唇枪折剑 只可惜 生活不是踪迹 更不是演戏 阿凯没有成为变神 而是得了个外号杠精 而且事实实际的 他最爱说的话就是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反对你的话 前两天 阿凯的同事在讨论结婚要不要买房的问题 同事们觉得应该买 阿凯觉得机会来了 于是 马上开始施展 自己三寸不浪之舌的功夫 坚定不走寻常度 认为不应该买 然后一同摆现实 举例子 讲道理 阿凯本以为同事们会跟他辩论 结果呢 迎接他的诗冷笑和寂静 压根没人搭理他 阿凯认为吃自己的口才好 把同事便输了 你觉得阿凯赢了吗 三这个世界很有趣 有趣到 人们往往分别不清现实和虚幻 辩论这件事的最初目的 其实是哲学家们为了真理而辩 当然了 有时候说是辩 不如说是争吵 在现实生活中 对我们普通人而言 辩论几乎成了争吵的导火索 甚至近一词 你要注意了 有人想跟你辩论 往往意味着他否定你 希望用争吵 哦不 辩论的方式打赢你 讲实话 你希望别人否定你吗 很显然不愿意 我们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在美和认同 所以 在现实的辩论中 往往是火药味十足 这倒也罢了 争个面红而赤 最后还不欢而散 谁也说服不了谁 似有时候我 那么光顾着说了 却忘了说话的目的是什么 鬼谷子会告诉你 说着说之言 说话的目的是为了说服 而辩论其实是鬼谷子九个话术中的一个方 因为大多数人天生就认为 自己是正确的 根本无法被辩论而说服 或许有伙伴要说了 鬼谷子交出来的纵横家们也很擅长辩论啊 的确 但要也看人 你知道鬼谷子告诉我们 对什么样的人要辩论吗 语桌者言 依于辩 啥意思呢 跟那些口才不好的人 才要用辩论的方式去说服他 那么对待善于辩论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鬼谷子说 与辩者言 依于要 对待善辩的人 我们反而不要恋战 不能辩论 而应该解明恶要的与之沟通 能不能再深刻一点 也是可以的 在我们生活中 肯定会遇到很多人话比较多 能说会道 能言善辩 对待这些人 别跟他们辩论 说话一定要减明恶要 用话少对付话多 至于效果怎么样 您是 是就知道了 我由此可见 话多不一定是口才好 话少也不一定是口才不好 所以 如果我们已经过了而立之年 就尽量少争论了 话说得越多越伤人 实际上 不争也是一种态度 争是聪明 不争是智慧 毕竟 多数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说的是话 实际上是寂寞 我们继续也没想起来 ast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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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